哇塞 小米14 Pro 那请问作为小米6用户 你怎么看待这部手机呢 曾经一位前辈告诉我 小米14 Pro所有的功能 其实在手机功能当中都是非常留白的 之所以和莱卡合作 都是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 旗舰今天卖爆了才是旗舰 所以它就是一部旗舰手机 米粉就会因为它卖爆了 而买搭的 这个是 诶 这还不说话 米粉还得给它发钱 哪有这么好事 我很好奇哈 作为米粉小米6用户 你多久欢迎吃手机啊 呃 这 说实话啊 我是没打算换手机的 我真没打算 我不换手机 小米14 Pro是少有的 让我觉得带着手机壳 比不带手机壳舒服的手机 整个手机就是一个三明治结构 玻璃 金属 玻璃 手感层次分明 握感十分清晰 让手和肌有很强的分裂感 更加抽象的是这个巴黎钉纹 原谅我孤陋寡闻啊 闻所未闻 纳闷何为巴黎钉纹 这不就是小米10的支甲挫放大了 让我剪完支甲挫着更得劲了嘛 而且这个金属中框 是真的很容易沾上指纹啊 特别是冬天来了 擦点护手霜 再去接触这个边框 那是惨不忍睹啊 还好我有擦镜大师 可以随时打理一下 所以我的建议是 直接套上手机壳 头也不回 再见真身 乃是缓击之日 请问你怎么看待上一代13 Ultra 还是用的1英寸的底 这一代14 Pro 用上了底小一些的猎人900呢 有些东西 一连看不清楚 两连看不清楚 五连之后就看清楚啦 这就叫战略 相比之前的13 Ultra 14 Pro舍弃了1英寸的大底 扩大了光圈 改变了算法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 毕竟我也不会把相机 当做一个实验品 普通的我 只要觉得相片低眼好看 抓眼球就足够了 拍完之后 顶多放大看眼 嗯 画面清晰 颜色不错 回头瘦瘦脸就够了 实际上 凭我对13 Ultra的模糊记忆 14 Pro的拍照 并不比13 Ultra差 在立光的拍摄环境中 小米14的通透感 和光影的把控 都很不错 应该亮的地方亮而不爆 应该黑的地方黑而不死 小米14 Pro的颜色 依然是非常有特色的 浓郁而不过度 偏色而又克制 你会觉得有一层好看的滤镜 但不影响照片的真实性 这一层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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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啊 一个词描述就是干净 而且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些拍照小玩意儿 这是一种类似丝袜材质的物品 嘿嘿 不过它不是套在腿上的 也不是套在头上的 把它套在镜头前 拍摄出来的照片是这样的 高光会变成心芒一样的感觉 或者是用一个透明袋做点朦胧效应 不过手机经过了处理器性能过剩的时代 现在我觉得拍摄性能也已经过剩 手机品牌们在那死卷摄影参数 也没有一个小道具拍摄出来的奇妙效果 让我感到兴奋 小米14 Pro是一部拍照性能强劲的手机 不必多言 不过当手机一直一直卷相机参数 真的也很无聊 另外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这个小白条 我很早接触摄影的时候 就很喜欢在照片上加一个小白边 写上标题什么的 觉得这样很有逼根 我是很不解的呀 为什么加上小白条就感觉给我的摄影技术赋能了呢 原本普通的照片 就像是放在展览室的艺术品一样 不过拥有小白条的品牌有好几家 各位有最喜欢哪家的小白条 拍照时是否也会保留小白条呢 哇 全新澎湃OS 终于可以体验万物五年了 我真的太 诶 啥嘛 这不就是MIUI嘛 澎湃OS 如果单从使用的体验来说 感觉它只修改了开机logo 一进去全都是熟悉的感觉 对于喜欢稳定的朋友来说 不用重新去适应新系统 而喜欢新鲜感的朋友就好像开盲盒 以为是隐藏款 结果开了两个一样的款式 诶 是 网络上对澎湃OS的动画 表扬视频不绝于演 拿到手也的确如此 细节很多 手机的流畅度 不说赶上了iOS 至少有的地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你和他也能吹的啊 感知真有那么强 是 有的是我看别人的视频才知道的 我自己用感受真没那么明显 感受最大的吧 就是它的锁屏了 样式多了很多 自定义功能也很多 就这一点 这不就是米外改了个名吗 诶 但你不能这么说 澎湃OS 照目前看来 它已经融合了很多设备了 下拉通知栏就能操作 相较于米加APP 反应速度和操作响应都是系统级别的快 就这个趋势下去 米加就可以直接删除了 手机就是家庭中输入 万物互联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米外都没了 你这万物互联又等等互联麻月啊 好吧 好吧 澎湃OS 它憧憬的未来离我太远 而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感触颇深的事 有天 家人的手机屏幕摔坏了 让我帮忙买一款手机 以前它的每一台手机都是我在家时帮它设置好 所有功能都是按照它的使用习惯去设定的 现在我身居百里之外 深感有力无处时的迷茫 索性买了一台MIUI系统的手机 毕竟我也是小米的老用户了 各个功能都很熟悉 家人如果不会用小米 焦起来会比较方便 可是手机到了之后 找遍全身也没有远程协助功能 最后网上查到小米通话 貌似可以 不过 当我下载好这个二月份才更新的软件 进入到繁琐的操作 对于我来说 这些步骤很简单 对于长辈来说难搞 最终 在几十分钟的视频电话指导之后 新手机仅仅是进了个桌面 错吧 我只能告诉他 等我忙完 我立刻回家帮他设置手机 几天过后 我问家人新手机用得怎么样 他告诉我 收起来了 旧的手机修好了 接着用 我看着手机屏幕又好笑又心酸 我们感觉非常易用的手机 在他们的手里 仅仅是一些基础的操作就已经很复杂了 身在远方的我们 为什么没有一个简单好用的途径去远程协助它 让所有的应用性功能更具普世性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科技数码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这些虽然不是MIUI独有的缺憾 但我相信 做有温度的手机 会让我再考虑给长辈换手机 自己换手机的时候多打一分 希望澎湃OS能真的做到 让所有人都享受科技的乐趣 小米40 Pro值不值得买 外观上过于敷衍 裸机手感过于分裂 在追求相机素质的道路上 网乎了手机本身的美感 一切像摄像头妥协的设计思路 让我觉得如梗在喉 如果说这臃肿的摄像头流子能变平变小 那么超薄的机身 轻巧的手感 和谐的背部 那个画面有多美 我不敢想象 小米14 Pro水桶道很难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 同样也很难说出它的亮眼之处 之前让我汹涌澎湃的澎湃OS 像是澎湃的大雨 浇灭了我心中的好奇 目前澎湃OS 没有让我体验出更多的与众不同 即便我拥有一些米家的设备 也没觉得澎湃紧紧把它们拽在了一起 它使用起来没有毛病 易用性对于我们来说还不错 120瓦的超快速充电 多次让我从容出门 控制家庭设备 查看打车信息 这些都给生活提供了便捷 手机是一部好手机 可能会成为小米6之后的又一个潜力丁子户 4999的售价 或许在众多机器中没有那么诱人 如果说你恰巧在更换手机的周期之中 小米14 Pro是值得一个备选机型席位的 但是说实话 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 在我目前手机够用的情况下 这样的手机在我心里 记不起一点连依 最终小米14 Pro TESTV给出主观综合评分 6.25分 5.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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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的好的 马上就到 快 出一个 出一个 NICE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小米14 Pro能够得几分呢 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 给它打个分吧 那本期啪啪 它的就是这一部小米14 Pro的手机哦 同样是以23块3起它 有需要的朋友们 淘宝搜索店铺 TESTV值不值得买 现在已经开始咯 那既然你已经进入店铺了 不妨看看我们的周边产品 我想总有一款适合你哦 可以支持我们 谢谢各位 今天 明天 还有后天呢 都会有节目哦 所以呢 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 那个超级感谢可以点一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 我这一局要是再抽参国日子